香港是一個經濟社會 每個人都希望可以賺多些錢 過一些優質生活 但究竟什麼是優質生活呢? 是不是住豪宅、吃龍蝦、魚子醬 就叫做優質生活呢? 其實理想的生活 真的可以很簡單 Akila,你說介紹別人給我 你看來到石澳島這裡 這麼多花草樹木 但人就不多見了 其實你沒有我走山 雖然路程就好像遠了一點點 但當我們到達這個目的地的時候 見到我要介紹給你認識的人 你就會覺得不枉此行 真的? 還有 我會煮一頓好的給大家吃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快點走吧 好 很曬,不過海和天很漂亮 對,今天真是 漂亮得很難形容 對 Akila,不然你帶我來這裡 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個 這麼舒服、這麼漂亮的地方 對,加上今天的天氣 海天一色 對,有些微風 曬得來很舒服 不過這樣 你是說,其實你帶我見什麼人 其實是我四叔 三十多年前 他就在東亞貝村買了一個村屋 自此之後 我們小時候 差不多有時候隔個禮拜 一個個禮拜 夏天的時候 就會來 就是來游一下水 來坐一下 我爸爸媽媽會買點心一起吃 都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四叔在我眼中 是一個很值得尊敬的長輩 他在退休之前 在政府做得挺高位 雖然高身厚積 不過他很喜歡大自然的生活 所以 即使交通不方便 都好 他都選了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四叔 你好 你好 這是Amy 給我來… 四叔 介不介意我跟Kick叫你四叔 絕對沒問題… 四叔,其實這裡挺有趣 我們一直穿越別人的房子 其實有些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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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試過被人打劫 即是你們互相信任鄰居 鄰居差不多 有些是野不閉戶的 其實在這個年頭 很多人連左輪右利性 甚麼都不知道 更加不要說要信任你的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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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書架在後面的朋友是否很喜歡看書 沒有其他工作 看書 看書 看集資 我現在眨眼看 這裡也有幾間房間 有八間嗎 如果計算是廚房 工具室 計算是廁所 其實這些房間有這麼多房間 全部都有人居住嗎 曾經有人居住 現在暫時沒有人居住 不過一個人要居住的地方可以很小 一張床 一個廳 就像我以前聽古人說的 千間廣廈就是半張床 即是你有一千間大廈 實際上需要的地方只有半張床 半張床的原因是 如果兩夫婦兩個人共享一張床 就是半張床 即是有千間廣廈 實際上需要一張床 咦 四叔 我也以為在這個房間中間有個火爐 其實這個火爐是否自己自己做 這個是真的火爐 這個火爐是我自己下邊部自己做的 上面這個煙通 最先的煙通是我鄰居幫我做的 四叔 我這邊我看到很多石頭 其實這些石頭沒有特別意思嗎 沒有特別意思 這些早期我去旅行 我就回來寫日記 可能爛了 不寫日記 那整個石頭 就每一個不同的石頭 就代表我 是的 要紀念我去那個地方